嗨 大家好 我是阿欣 終於開海了 現在這個時候只是吃海鮮的好季節 很季節 現在一起過來白騰頭吃海鮮 現在這裡就是白騰頭的海鮮批發市場 現在是晚上的話 它就開了夜市 即是宵夜檔 這邊就是宵夜檔 喝啤酒吃燒烤 接著海鮮批發市場在那邊 我們去買一下現在的這個漂亮的海鮮 很虛陰 好像趁虛一樣 今天星期五 我想應該很多人在這裡 吃一間厲害的 我們吃點什麼好嗎 吃點什麼?你選吧 不貴不吃可以嗎 可以沒問題 滿足你 嘩 這個五萬五色的大鳥蝦 對 那魚蝦蟹就不可以了 看看先吃什麼蝦 我們吃大鳥蝦還是大貴蝦 大貴蝦就容易摸些 那吃大貴蝦 或者兩人都要吃美人做選擇 嘩 你好放心 嘩 這個 游泳也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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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看看看看 蝦要不要吃 我們今次全部吃些貴的食物 吃硬的食物 可以 你是老闆你決定 那我們先去做大鮑魚 大鮑魚 大鮑魚 前面 前面 大鮑魚 大鮑魚 果然開海 很虛核 很虛核 蝦蟹 超多品種 印又多 然後蟹有很多選擇 嘩 這些很棒 買鮑魚 買完鮑魚 在後面 再往前面選 好好好 三點蟹 花蟹 嘩 你看這裡 多選擇 蝦魚 蝦蟹 有很多 選大鮑魚 我在這裡 這麼大隻 那些是什麼 蟹子 是 蟹 鮑魚怎麼賣 多少錢 多少錢 十三什麼 十塊 十三 十不算這麼貴 我們再看看他旁邊 我自己選,我要這隻,然後要這隻,可以,要有四隻,我們要六隻,六隻 好三百,這裡就是六十,不要不要,不用 鮮杯,不要去吃貴的東西,好吃 還有蝦,蟹,蟹是前面 那些蟹怎麼賣,這個怎麼賣,五十八 你要吃梳子蟹嗎?但它很小隻,很大,很小 先看一下,這邊多人 你要選什麼?九折蝦,這個什麼? 多是九折蝦,一隻五十 這隻呢?這隻這麼貴?這個呢?六十 這個六十,這個蟹也很大 很大隻蝦蝦,十六 這個都更大,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 五十五吧?五十八吧 五十八吧,剛剛好,五十五吧 五十五,五十五,要一斤 哇,蛋蛋糕 這個就真的蛋蛋肉,很棒 我用力,吃到一頭 哇,很大隻蟹,小心啊,依依 多少錢?六十五吧,多了一點 哇,這裡的,你看,窄窄窄 要不要買窄窄窄? 你喜歡,肯定想吃,你最喜歡 多少錢一斤?便宜一點,可以嗎? 六十五塊那隻,六十,六十 那些便宜,為什麼?這些沒有高嗎? 這隻,這隻這麼漂亮 這個五萬綠色的 這個五十五塊一粒,是不是? 沒有更價錢,應該先買,五十五塊 最低六十五 最低六十五? 對,要五十五,要兩隻 看看,看看,看看 看看,看看 來都來到,這個就不掉了,是不是? 這個一百三十二塊 整隻大隻的,這個幾千斤? 嘩,這個幾千斤? 你不是啊? 兩百六,兩百六 那這種就一百三十二嗎? 不可以拉,不可以拉 不可以拉,不可以拉 要兩隻? 要大一點,要小一點 要大一點的 要大一點的 哇,兩隻 有有有有有 小青龍精力,怎麼可以啊? 要三萬那隻 哎呀哎呀哎呀 夠細心啊 好,就是他 哎呀哎呀哎呀 很棒 很棒 這邊 好 一盒 哦,一齊的 好 兩百八十六 兩隻 好 兩百八十六 兩隻 兩百八十六 我數哪裏? 這隻一百三十八 一隻 哎呀,這些便宜一點 沒有那麼好吃 沒有那麼好吃 青龍好吃一點 青龍好吃一點 我相信你 你生得好嗎? 不是,青龍的綠綠綠 這些比較實一點 實一點 OK,OK 謝謝,好吃 好,這個怎麼賣? 這個兩百六一斤 兩百六一斤 兩百六一斤? 是,夠肉的 OK 三斤是四斤 三斤太大了 現在我們有鮑魚 有兩種蝦 一種狗子蝦 這個青龍 然後就買蟹 蟹 蟹 這裡 嘩,這些大蟹 嘩 嘩 這什麼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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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蟹 肉蟹,高蟹 肉蟹 蟹,這什麼蟹 又有沒有蟹 這些便貴了 這款是高蟹 今晚真是海鮮豐餐 我想看他們怎樣談 買兩隻蟹吃一下嗎 黃油蟹 高蟹 高蟹 高蟹是哪些 幾錢斤 貴這麼多 那裏才88 高蟹 你看 便宜一點 128 128 要爆高 爆高 100 95 95 炒成蒸 蒸的好吃 炒好熟 有糕的來炒嗎 不怕的,它實在 是不是 嘩,你小心咬你 你加四度剪開角來看 好好好 嘩 嘩 嘩 九十五元一斤 九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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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兩隻 兩隻夠 這麼大隻 炒好吃一點 哦,聽你講 有兩隻吃 你給我多些 有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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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爆糕 有糕 雖然很殘忍,但吃的時候很殘忍 多少錢 多生 131 131 131 好,聽你的 聽你的 先幫我拿一拿 沒問題,讓我來 有糕 有糕 姑婆仔 蟹又有了 青龍又有了 鮑魚又有了 你還想吃什麼 我今次一次過,滿足你 好像夠了 四樣東西 那我們 就吃這幾樣 對,再加一個青蔡 搞定了 正啦,正啦 但機會難得 你再不點多一兩樣 下次沒機會 真的沒什麼想吃 好大隻 好大隻 嘩 手掌這麼大顆 這號 怎麼賣啊 5元一隻 5元一隻 這些呢 這些呢 大隻7元 7元 那種 要超大的 超大的 超大的 斬過你7元 好,來來 幾隻啊 6隻 6隻 美女 幫我拿6隻 6隻 6隻 可以燃開嗎 6隻 6隻 可以燃開嗎 5元一隻可以嗎 看著它燃開 欸,燃開的嗎 很大隻 很大 我覺得很大 大過我的手掌 6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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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看 一隻 多少 48 它太忙了 沒有時間幫我們聊 哈哈 哈哈 好,搞定 好,我們開始去吃東西了 因為幾支店 怎樣了 鮑魚 鮑魚 你有什麼推薦 粉滋蒸 鮑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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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鮑汁不是6隻 是6隻 6隻 3隻 然後這個是蝦 這個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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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燃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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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大隻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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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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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做 是蝦 有蝦 還可以燃燒 什麼 是蝦 是 是 然後蝦 就是白色 最簡單 是大隻 這個蝦 這個蝦 是 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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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是薑蔥炒 薑蔥 可以有薑蔥 是的薑蔥 蝦就是白菜 除了白菜還有哪種做法 鹹蛋黃和鹽焗 鹹蛋黃和鹽焗沒吃過 鹹蛋黃和鹽焗沒吃過 你喜歡吧 你喜歡白菜還是鹽焗 白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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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多個青菜 好 那時候 不好意思 那時候 賣小了 可以通菜 有蜜菜 菜心介菜 你選 菜心吧 菜心的意義 生炒菜心飯 埃 是 美國龍蝦梨根兒兩鞋 對 嗯 做為特色的流氓餅 你先不要拍 不用了 要補醬嗎 麻山比例定,要什麼樣子? 要麻根,水腎,要一份 要一份? 要一份 今天時間有些少少,試一下分數左右 好 三位,OK? 好 現在等了差不多四十分鐘 終於上了五個菜 但我們的主菜,小青龍還未上來 不要緊,先吃著,再不吃 吃著等 先試一下這個蝦 這個蝦,超大隻 有我真的一隻手掌這麼大隻 我就不客氣 應該有淡淡肉,很棒 吃蝦就要這樣才過癮 我看見每一樣都很棒 嘩 吃這個真的要下手 對,真的要下手下腳 吃海鮮就是這樣 享受這個滿足的過程 正啊 嘩 淡淡肉 我覺得我可以搞吃吃波 我也忍不住,要先拿一隻 嗯 你看看 整隻手掌 剛剛好一隻手掌這麼大 超滿的 這隻幾錢一斤呢?我們剛剛買的 嗯,值得 蝦原來都是幾十元 最貴就是那個 少青龍 這隻蟹 100元出頭 這隻蟹是薑蔥炒 嗯 那些肉很結實 蛋牙 嗯 淡淡肉 超蛋牙 我覺得好 好滿足 撕完之後 這麼大顆 嗯 因為等得久 其實本身心情不是特別美妙 但吃到最早就很開心 吃完之後 嗯 嘩 很彈牙 我連蝦頭也沒有放過 嘗嘗 手掌這麼大的生蠔 但蒸完之後縮了 嘗嘗 嘗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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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還有汁的 我們選的是蒜蓉 蒜蓉 蒜蓉 很大一塊 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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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嫩又滑 嘗 這個你要趁熱吃 否則冷了就會比較腥 可能是剛剛開海 又加上是暑假 還要再加碟 今天是星期五 哈哈 幾樣東西被我們撞到 很棒 人多 有太多 嘗 嘗 嘗 果然新鮮就是特別好吃 嗯 這個大鮑魚 我們選的是 最大的 一口一隻 哈哈 滿足 超滿足 你們是不是流口水呢 看看 這個鏡頭 正 嘩 你真是一口一隻 嗯 新鮮的材料 怎麼煮都好吃 嗯 正到你都不會說 嗯 咬 一入口的時候 感覺是很滿足 很爽 很煙 煙韌韌 Jimmy看來很喜歡吃這個蝦 這個蝦很棒 整碟都是蝦 這隻蝦真是棒 拍一次 都整個手掌這麼大 好 我要試一下這個蝦 我們是蝦蝦 那些蝦呢 那些蝦呢 我先找一下 做出來之後 那些蝦不見了 對 那些蝦去了哪裡 會不會被人換了那些蝦呢 小心太雷 沒有找到 好 先試一塊 先試一下 雖然坐在外面沒有空調 不過 都涼爽的 靠海 然後這裡又給了很多風扇 我先試一下這隻蝦 我看見你試得這麼過癮 小滿足入口那一下 動手了 這個膏不算好多 膏不算好多 不算好多 可能是它 炒散了的原因 應該是 如果我們選擇清蒸的話 應該就很棒 原隻保留精 嗯 那一開蓋那一下 肯定覺得很驚艷 但是它炒出來的味道可以 嗯 這隻鮑魚很香 嗯 可能這間的話 它環境好一點 新一些 所以來的人比較多 如果大家要 坐在外面的玻璃屋 的話 就要提前打電話過來 訂位 然後如果你不想 好像我們這樣等這麼長時間的話 最好就不要星期五六天 或者你去第二間 對面有河庫啊 有櫻姐啊 這些都ok的 這裏有很多的加工 是怎樣 終於上來了 這個小龍 期待了很久的 我們的小青龍 好想吃一塊熱騰騰的 這個淡淡的 哇 這個很棒 你們先吃 試一塊 試一塊 因為我們平時吃 這是什麼做法 紅燒 平時我們都是吃 開邊蒸 開邊蒸 或者是芝士 那紅燒就比較少吃 這種口味 嘗試一下 顏色水上來就會很帥 吃肉就很強 味覺如何 好鹹 好鹹 最重要是味道如何 味道比較濃 因為我們買的話 是比較新鮮的龍蝦 所以肉是很濕的 很彈牙 很彈牙 其實有彈牙 真的不枉等了這麼久 嗯 還是等了有點久 大家要注意時間 嗯 因為這種 就是要等得時間比較長的話 可能就是要 大家聊聊天 慢慢吃 消耗一下時間 喝酒 但是直至到現在 已經接近九點鐘 但是看回 都還有很多人 外面一樣是這麼多人 其實上台率都算很快 在地下的了 大約就 一個半小時到兩個小時 翻一圍 可能快的那些 試一下幾分鐘已經搞定了 所以它一晚其實可以做 很多轉生意 做好幾轉生意 兩到三轉 做得快的話 因為現在到九點鐘 都還有人陸續上來吃飯之類的 之類的 然後下面呢 你看剛剛上來的地方 就是停車的地方 它就 擠爆了 可以有些小攤飯在那裏 吃燒烤之類的 那些 即是無論你幾點鐘過來的話 你這裏都可以吃東西的 是的 即是你宵夜 又有這些街邊檔食 沒錯 有茶樓 即是餐廳這些 又有 大排檔也有 跟著我們的飯店也有 然後我們這個 街邊的那個燒烤檔也都有 如果真的過來吃東西的話 其實無論你幾點鐘過來 這裏都可以吃到東西 因為它那個燒烤檔其實 開到比較晚的 我們有時候 跟同事在這邊吃宵夜的時候 即是吃到12點1點 下面都還要開的 是的 只不過就可能買海鮮那些 九點左右就應該關了 關門了 是的 九點十點 但是早上這裏 很早就開始進行海鮮的批發 所以其實無論你日後過來 還是晚上過來 這裏都可以吃到東西 我們今集就分享到這裏 現在開魚的季節的話 這片海鮮都比較多種類 和比較新鮮 大家有機會都可以過來試試 拜拜